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陌生是因为很多时候一些投资者不愿意仔细了解 但是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 刚对不再是必然 投资者更应该注意风险 为自己负责任 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银行理财风险评估的重要性 在第一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或者申请办理股票开户前 投资者通常会被要求填写风险评估问卷 内容涉及投资者年龄 收入 投资经验等多项内容 购买理财产品为何一定要做风险评估测试 专家是这样说的 第一次在银行网点购买理财时 工作人员会要您填写一份风险评估调查问卷 这个时候您要如实填写 因为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 您只能购买自己对应风险或者更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风险评估的问题主要是包括像年龄 家庭年收入 可支配金融资产以及对各种不同风险投资案例的选择等 因为通过这个评估的问卷 理财经理才能如实知道您的财务状况 风险承受能力才能给您提供专业的理财建议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 原则上我们只能购买相同或者更低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 目前银行理财市场共有两类风险评级 一类是对理财产品进行评级 另一类是对投资者进行评级 首先对理财产品进行评级 一般银行将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 由低到高分为五个等级 P21级去P25级 其次我们会对投资者进行评级 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分为谨慎型 稳健型 平衡型 进取型和激进型 理财产品的评级主要按照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 投资资产 投资比例衡量 投资者评级按照投资者的年龄 财务状况 投资经验 收益预期 风险偏好等因素评级 反映其风险承受能力 P21级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一个低风险理财的投资产品 比如说银行的结构性存款 这类产品至少保证理财本金的安全性 所以适合所有的投资者购买 P22级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这是银行市场理财的主流产品 该级别的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类 或者固定收益类的资产 本金的风险相对比较小 收益浮动相对可以控制 所以适合稳健型的投资者 P23级也就是我们说的中等风险的理财产品 这级别的理财产品可以投资于债券 还能部分投资于像股票 商品外汇等一些风险比较高的一些金融产品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平衡型的投资者 P24级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高风险的理财产品 该级别的理财产品 产品结构有一定的复杂性 收益有一定的波动性 适合风险评估为进取型和激进型 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 最后一个也就是P25级 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风险理财产品 可以采用杠杆分级延伸品进行投资 收益的不确定性很高 当然就只适合我们激进型的投资者 风险测评的关键因素 有个人收入年龄投资经验等 一般来说年轻人上升空间大 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强 相反老年人的工作能力在逐渐下降 并且今后所需的保障性支出会越来越多 所承受风险的能力也较弱 投资者所处的年龄不同 家庭阶段不同 风险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 我们大致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 是家庭的形成期 结婚生子阶段 年轻人日常开销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部分人要考虑房贷还款 有的还要为孩子的出生做准备 这一阶段的投资者一般闲钱比较少 可以用零钱的方式做基金定投 货币基金等产品 第二阶段是家庭的成长期 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 个人收入大幅增加 家庭财富得到积累 但支出也很大 有一定经济基础后 还要考虑换房换车的问题 生活状态是责任重压力大 收大于支略有盈余 这个阶段的投资者 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 一般会考虑像债券、基金、银行理财 有的还会给家庭买好保障类的保险产品 第三阶段是家庭的成熟期 年龄在45到55岁 这个阶段的家庭资产是有一定的积累 理财需求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会考虑一些信托类的 债券类的、银行理财类的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也可以配置一些权益类的资产 也可以为养老做定投的准备 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第四阶段 投资人的年龄大概是在55岁以后 退休后要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 家庭财务的安全和稳健肯定是不可少的 所以投资者适用于债券、国债、存款等低风险的投资方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风险评估报告也是有期限的 如果超过期限或者发生影响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情况的客户 再次购买理财产品时 还需在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再次完成风险能力评估 银行的风险评估的有效期通常时间是一年 有效期内客户再次购买其他理财产品 无需再次进行评估 一年以后需要做重新评估 否则不能再次购买理财产品 当然一年以后的评估要比之前要简单一些 投资者可以在柜面或者在网银、手机银行等渠道 资助办理该业务 除了完成客户风险评估表外 购买理财产品时 客户还需要填写理财产品说明书 理财产品揭示书及理财产品协议等 当您确定购买某产品时 要签署理财总协议、风险揭示书和产品说明书 同时在风险揭示书中 我们要重点关注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 产品说明的阅读过程中 我们会包括产品的名称、编码、投资方向及比例 产品起昔日、到期日、产品收益的计算方法 相关的费用说明等 在仔细衡量后决定是否购买该产品 人们的风险偏好是会随着收入水平、家庭情况、 自身经验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所以要定期对自身的风险偏好进行测量 同时根据自身偏好的变化 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进行适合自己的投资 我们将风险承受能力 就定为一个人有多大的能力承受某种风险 换言之呢也就是说当风险来临时 我们能承受多大的投资损失 而不至于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首先呢要做到开源节流 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 家庭资产的不同阶段要有合理的配置 其次呢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不要只看收益不考虑风险 投资的收益和风险都是成正比的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 一定要根据家庭情况配置保障类的 进入产品 这样当疾病意外等风险来临时 才能有更好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除了关注理财产品的风险评级外 投资者可以进一步关注理财资金的 投资资产 投资范围 投资期限的 这些都有利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 可以掌握理财产品的风险情况 理财需谨慎 风险测评的可以减少或避免客户 应对不同风险等级项目认知 不充分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降低投资风险 投资者呢在购买理财产品前 一定要认真做一份风险评估表测试 这样呢可以对资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有更加完整的认知 可以更理性